又嗆是狗 又嗆舔共 美国福斯新闻台 -中国-WHO 直接把宣传机器摆在镜面上 丝毫不加延续 无非是吞了颗柠檬才想想播报 卡尔森聚句带刺 但瑞典公共电视台也出了类似报道 认为埃尔沃德听到台湾旧断线 不仅刮田里下又对台湾不公平 而媒体不约而同针对WHO 其来有自 但谭德塞觉得不夸张的事情 美国国会议员觉得很夸张 中国国际地位举足轻重 但抗议之上禁欲其外 谁比较实在 全球都看在眼里 三立新闻东方报导